第四 乘法行 为信尽之礼 因之为法 此礼众相皆空 无染无浊 无此无彼 这是法了 法就是佛法 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是信尽之礼 自信清净 慧能达斯开悟 第一句话就是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清净是一尘不染 我们还有求 这个求就是人物 决定错了啊 啊 此礼佛法给我们讲的礼 无论是心体 或者是现象 礼 相皆空 礼是自信 自信不是物质 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所以叫空 但是 自信能现象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万法就是有相 中相 啊 所现的这些象呢 这些象是幻象 不是人 啊 现在我们知道 不但设法界 一真庄严是假的 确实跟梦境一样 包括祝福十报庄严图 也不是真的 因为十报图 虽然没有变化 它有生命 啊 你无名断掉的时候 十报图现象 生了 无始无名的习气断尽了 十报图没有了 啊 所以它有生有迷 当中没有变化 啊 当中的时间很长 华严经告诉我们 三个二生积极 啊 所以有人说 极乐世界的无量兽 是有量的无量 三个二生积极 对 有量的无量 可是我们知道 它这个有量的无量 跟无量的无量是衔接的 是通的 啊 到三个二生积极 无名习气 断尽了 断尽了就震 长积极光了 啊 十报图没有了 长积光心情 长积光是 真正的无量 所以 真无量是我 不是假的 啊 所以像也是空的 提空 像也空 无人 无人无助 无人无助 的心境 啊 从来没有人无 从来没有支柱 无此无彼 啊 没有彼此之分 为什么 一提 全彼此之分 全归自信啊 同时自信所变的 啊 法无用 法无我 啊 狗是成垢 是染无 它不染 它是清净 啊 所以它无谷 智者 信杰 此理 啊 有智慧的人 觉悟的人 它相信 它理解 啊 它对于这桩事情 一点都不迷糊 所以 应当惩罚而行 啊 它的行持 跟法相应 那样 法题没有坚贪 啊 自信里头 没有简单 于 身 命 财 这三桩 这三桩四句 行 它 识 这个是识 啊 能识啊 能识神 能识命 能识财 啊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呢 生命财都是假象 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啊 统统是梦中的死 啊 知道自己在做梦 啊 知道自己在做梦 能识神 能识命 能识财 啊 为什么 无我吗 我都没有 哪有身外之物 啊 才是属于身外之物 啊 统统不能识 幸福 清晰 没有清令 没有爱惜 啊 大节三空 大事通大 节是了解 啊 三空 人空 法空 空空 啊 自立立他 啊 它对于四世真相 完全明白了 啊 而身体在啊 啊 身体 利用这个身体 修布施 啊 啊 用现在的话说 我利用这个身体 为所有一切众生佛物 啊 不为自己 全为众生 啊 庄严 菩提之道啊 啊 菩提是真正修武啊 真正觉悟之道 觉悟的形象 完全现实出来了 未处妄想呢 修行六度而无所限 顾名陈发心 啊 未处妄想 修行六度 修行六度 啊 菩提是真正修行六度 啊 心里无所求 啊 比如说财师 一般人是因为要得财富 财富是果报 财富是果报 财富是实信 真的越实越多 啊 聪明智慧是果报 法不实是音 啊 越修发不实 智慧越成长 啊 健康长寿是音 无为不实 啊 无为不实是音 健康长寿是果 修这三种 不实 财不实 法不实 无为不实 对的果报是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世界人在平民修这东西 真的到我